哈囉大家好我是洪志 那今天繼續跟大家來分享種種子 那可能很多人好奇啊 如果也很多人比較期待的就是 怎麼樣種下財富的種子 那種財富的種子很簡單喔 種財富的種子總共有這個三個位子 很適合種的 第一個就是父母親 父母親是源頭 從源頭去種種子 這樣辦 第二個是急需要的人 目前真的有困境有困難 他真的急需要一些幫助幫忙 第三個是可以幫助更多人的人 找到這樣的福田 找到這樣的一個人 找到這樣一個單位 找到這樣的一個資源 找到自己的父母親 然後來種種子 就是這個種子是四個步驟嘛 很簡單第一個就是 確認你要什麼 第二個找到相同需求的人 剛剛講的這三個福田 第三個就實際的去幫助他 真正到回家裡面 或許你身上真的沒有錢 你對父母親的這個心態啊 對父母親的這個 就算一點點啊 你能給出去 重點不是你去借 然後來給 借來給 這個是一個匮乏 我就不夠啊 我就不夠了 結果我又硬要去把它借一筆來 這個心態耶 是有點強求對不對 然後有點 有點這個 需要去修正 修正成 我把我最大的慷慨給出來 所以心態裡面 要有一個慷慨的基因 可以一個慷慨的基因 那除了這個之外 就好像剛剛講的 能幫助更多人的人 可能是某一個慈善單位 一個公益單位 那我們去那邊支持耶 可以給一些這個水洗金啊 或者是去幫幫忙啊 去幫幫搬椅子啊 整理場地啊 這些都事實上是在幫助人 有沒有 這個只要你的意識知道說 你的這個空性知道說 你要去種財富的種子 自然我們就可以在財富這一塊 發揮種子小嘛 種子這麼小一個西瓜子 它可以長到那麼大的一個大西瓜 所以種子小西瓜大 但是你種西瓜子就會得西瓜嘛 所以 可以種財富的種子 這三個補典 那有幾個好的心態耶 第一個耶就是 剛剛講慷慨 第二個耶就是 可以有伸出援手的那種感受 第三個耶 承諾 心裡面的那個承諾 答應別人事情要做的 第四個耶 責任 把這個責任的感覺 把安全感也放進去 把這個那個 對錢的信任度也放進去 然後 自然我們的這個 財富的種子就會越來越茂盛 OK 但是 聽清楚 你所種的種子 不是一定要從你種的那個地方 嗯 它會直接回應給你 它可能會透過這個第三方嘛 回到你身上 所以你去付出 就不要強求這個地方會給我回報 那不是 那不是 整個運作的原理 整個宇宙運作的原理是 道德經講的 道生一 然後大家要想怎麼 這個是一 一生二 二就是我要去幫助別人了 我要找到一個福田 我要找到一個人 找一個業力夥伴 我要來幫助他 二生三 第三方的力量出現的時候 它會三生萬物 也就是說 有萬種不同的可能 如果你只是期待 在我幫助的那個人身上 產生效果 那有可能你幫助他一百 他就還你一百而已啊 可是當你相信這個循環的話 第三方給你的 有可能是一千萬 有可能是一個億 有可能就是你這份心 所鏈接到的巨大的能量 它有千萬種不同的可能 會回到你的身上喔 所以打定主意 找到你的對象 勇敢的去幫助他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